所以我們二官辦就規定市長如果有外賓在的場合 一定要用英文的支持 所以他們有幫我準備的英文稿 所以我兩名兩季的英文稿 希望大家不要睡著 So I will have a short speech in English Distinguished Guest and Friends from across Taiwan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Tainan We are thankful that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commissioned Tainan City Government to organize today's workshop We look forward to sharing with you how Tainan City has promoted English as the second official language for nearly three years The English as the second official language We call it ESOL policy was first launched by Premier Lai When he was the Mayor of Tainan We all agree that English is important to Taiwan competitiveness The true pillars of ESOL policy are English Education and English Friendly Environments Today's workshop will focus on how to create international living environments with English Friendly services To create English Friendly Environments in Tainan The TCG's Office of English as the second official language O-EASOL 主要我們有希望我們這邊的觀光客或是廠商過去那邊投資 我們希望那邊的廠商能夠購買我們的產品 或是東南亞的觀光客也能夠大群的來台灣 但是這些觀光客其實有不同的理念 他們有馬來西亞有印尼甚至有菲律賓 甚至免電等等我們不可能有所有為這些不同國家的觀光客 準備不同的這些友善的標章或者是標示或者是各種的服務 所以用國際共產的語言其實是最基本的 我想不管是日韓歐美觀光客或者是東南亞的觀光客 我想其實很多他們都懂英文 所以怎麼樣營造一個友善的這樣的英文的環境 我覺得是一個不管是在剛講廟、夜市、商店 還有計程車司機、公車司機等等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 我覺得讓這些來台灣或是來台灣 或是來台灣或是來台灣 這些洽工或是風光的遊客 他們能夠體驗到 他們不用去餐廳、點菜 不用拿著圖片用閉眼 這個這個這個 也許電眼他有一些英文的導覽 英文的一些 menu 可以直接讓觀光客他直接看 用進攻等等的 或說電眼本身也受過一些基本的訓練 他可以用簡單的英文 像我們的計程車司機 就準備了50種簡便的問答 那只要這50種簡便的問答能夠 能夠背熟 其實大概就可以應付大部分的遊客的 機程車的需要 那我想這個會是我們這幾年一直在推動 那另外也特別感謝 呼勒夢文教基金會神總市長 他對台南還有空中英語教室 他們對台南推動 這個我們第二官方語 因為我們的第二官方語 非常的支持 不管不只是在 關心上、在諮詢上 也有協助 也在實質上 包括捐 呼勒夢基金會都捐了2千萬 那另外 空中英教室 也把他的這個預課子捐免費 提供一百萬組 給台南市的市民可以免費的來使用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政府跟民間 那像台南市的各個寺廟 他們也很有趣 很多寺廟非常的樂意 來提供中英文對照的搶機 中英文對照的搶機 我想這些都是政府跟民間共同努力 所以台南現在 大家就想寺廟拜拜都是老人家 其實現在有因為台南推很多月老廟 月老廟 所以很多年輕人來台南月老廟拜拜 問的月老 每個月老還不一樣 有的嘴巴特別大 嘴巴是那個月老的公仔 嘴巴特別大 因為很難看 那個死的都能講成火的 他有的月老是很愛吃醋 然後他的月老廟旁邊就有個醋檯子 所以我的月老是都有特色 那變成是年輕人 年輕的這個情侶來台南拜月老廟 那如果這個能夠也提供相關的英文的一個觀禮 我想也可以有年輕的期待 那最後我們我想推動英文做第二官方語 其實是一個艱辛的 因為台灣人的影片都比較害羞 比較不敢講 有的人英文文法很好 文法還考外國人 你考那個 我們這裡有一個英文的這個 背景顧問 你隨便找一個台灣的高中生 問他跟外國人比賽文法 台灣高中生應該可以 因為外國人都懂文法 就跟我們學中文 我們也能學過文法 可是要講 要講出來大家就很害羞 那我覺得我們希望將來 能夠改變我們台灣人這樣的一個 就是除了英語的友善環境 台灣人本身的英文的禮物說起 怎麼樣能夠提升 特別我最近遇到這個 像政策遇到很多越南的台商 他說在越南有很多的這個機會 希望台灣的顧問團隊去承擔 但是因為要跟國際競爭 要用英文去簡報 跟國際的團隊競爭 所以台灣的顧問團隊 就覺得 愛個水歡迎 歡迎還要透過 透過誠誠的這些共同 就嫌麻煩 最後就放棄這些表案 其實這個就是跟我們的國際競爭 最後台灣的團隊去做什麼 或外國團隊下寶 沒有英文能力 你沒有去拿案子的能力 那你只好去當別人拿到案子 當他們下寶 表示說你的專業是很工業的 而不是因為輸在你 就缺了國際的這個競爭力 所以我想這個是 我們照友善的環境 提升我們下一代的英文的能力 讓我們的國際競爭力能夠走出去 我想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那最後我們也很期待 如果將來 有一天 這個議會也能夠用英文的質詢 今天 no problem 那我想我們的議會應該會 一片的香味 這是我們希望 20年後可以達到的目標 那再次的預祝我們今天的 這樣的研訪會 都順地集中 那麼大家 我想各縣市大家一起 提示外地也來指教他們台南 目前是推動的政策 也需要增加盡情度的感情 那預祝各位身體健康 沒有了 沒事 沒有了